那我问你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你必须要诚实的回答 诚实 对 大家先喝杯酒 对哦 你如果不诚实回答我的话 带个问什么鬼 就是你就死定了 今天回家不用睡觉 我们结婚十年哦 应该是说我们在一起到现在 你跟我有恋爱的感觉吗 你好好说话哦 我想一下 我有我的答案 一闪即逝 大部分 就每当我想要感觉那个有的时候 好烦你有来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Hank 大家好我是婷婷 又到了只能喝酒的图书馆的夜晚 对 我们接下来聊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我们最近不是就是我们就没有对外营业啊 可是我们还是每天都要上班嘛 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有做冷冻包啊 对对 对然后 行车日常料理 人冻包 哦对 好吃 下单 不是啦 然后啊 就是我们店里面的同事 就是他们都是很年轻的人啊 年轻人啊 你知道现在因为现在没有营业 所以就 他们就会放自己的音乐 嗯 每天都是情歌 对 每天在那爱白鸡母 嗯 就是 算了 反正就每天都是情歌啊 就是那种啊 然后 哎 年轻的时候不是都听这些吗 就靠腰 我会听啊 就是靠腰啊 靠腰的东西啊 就是早上起来就会在那爱的爱既种的啊 爱爱既种 爱爱既种 可是后来我 呃 就是 我记得我后来正式开始成为一个很单纯的上班族以后 我就觉得说我不想要我的情绪都 因为我很容易被歌词就带到一个情境里面去 然后我就不喜欢有这种情绪产生 所以我就不喜欢听情歌 嗯 反正我好像二十出 我从我到纽约去之后我就很少听中文歌了 我不是不喜欢听 我只是说 我单纯的不想要栽进一个状态里面 然后我就很喜欢听德国电子音乐 因为它就是上不上下不下 然后会把你的情绪维持在一个 啊要嗨不嗨 然后又要那种 那种 那我就会觉得 你知道有一次去上班的时候坐计程车啊 一大早你知道吗 那客临车就在放那撒盐啊 什么张慧妹的啊 什么 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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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妄的撒盐 那个 嗯 然后我就 一大早就在撒盐 哎呀 讨诈被店那个撒盐 然后我就很气你知道吗 我就说 诶这个斯锡大哥 可以换不要听这种 麦果撒盐啊吗 啊 臉在麦果撒盐啊吗 撒盐啊 哈哈 哈哈哈 不是因为我就希望说我好好的去上班 然后就不要去 然后我其实近期 我就听他们在那边听那个情歌啊 那有一些因为他们有一些 我也知道说好像他们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啊 那我就他就很沉浸在这首歌的 那个歌词里面 但我觉得那也有可能 就是像你会 你可能是情绪很多的人 你就会很容易掉到里面 然后就出不来嘛 像我们就是属于那种没有什么情绪的人 所以我们就很需要那种 难怪 偶尔掉进去一下 会觉得好奇美哦 这样子 难怪 难怪你去KTV拔妹应该都拔不到 因为你讲歌很难听 没什么感情啊 对不对 是不是 有没有 是 我们不会掉到那个很深入的里面 但是偶尔沉浸在某一个状态还不错 那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脱离这个自我理性的躯壳的一种手段 可是情歌你叠进去是什么心情呢 你如果也没什么恋爱经验 你叠进去是要怎样 那是可以想象啊 虚拟的世界啊 就像打电动一样 就它有个虚拟的 所以你虚拟 对虚拟一个 爱上一个人 对然后就很 相信要为他这样子 你知道 哇塞 这就是渣男渣女啊 想象中就是你知道义莹 义莹 对 义莹那个人还没出现 可是我 连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小时候 你有暗恋过同学吗 那种国小国中高中 有没有 有 情斗初开 有 我问你为什么 人为什么会这样 人为什么需要爱情 哦 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呢 我好奇 人为什么需要爱情 对啊 那个小时候 我妈就会跟我讲 我还讲 你后面 你也不用教什么男朋友啊 什么什么 那一个人很亲友的 你就钱贪给爸爸 对不对 自己一个人 要去住你就去住 我手里面会还动 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 听起来这个女人 被爱伤得很深 对啦对啦 可是没有 我就一直在想啊 人为什么会需要爱情呢 人为什么需要爱情 我知道人为什么需要吃饭 人为什么需要工作 人为什么需要赚钱 听起来都很容易有找到一个 相对合理的答案 那人为什么需要爱情 我真没想过耶 我觉得人需要爱情这件事情 可能是真的是 内建天然的本能 可是爱这件事情啊 就是 我们都忽略了一件事情 是爱 其实在这个 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需要学习的 啊 我在想人 是不是基本上 都有一个 爱人与被爱的需求 因为你 爱人跟被爱 这加起来就是爱情嘛 爱情总是要有这两个嘛 有一定吗 我爱你 你爱我 不知道总是要 但是比例的多寡 没有一定啦 没有一定啦 但是就总是要有一个 总不能一直都是 always单方面嘛 期望他也有一点回馈啊 那 如果这个一来一回 你知道 他其实我觉得他的本质啊 应该是跟人的本质 是孤独的有关系 哦 嗯 这我的感觉啦 我忽然想到的 就是说 人为了逃避这个孤独的本质 他必须要借由爱情这个工具 去 跟他人做一个连结 哦 我是用那个 工程师的脑袋在想这种东西 我想一想 或许 我有 或许 或许 近期因为 疫情影响很多行业嘛 那我就有一个 朋友啊 又是朋友 我觉得我的朋友都一直被我出卖 某个个案 他就是 也是离婚 on the way 嗯 那他就是 婚姻这件事情就已经 带给他很大的烦恼了 嗯 然后 他的事业又因为疫情的影响 哇 整个 就是 双重打击 双重打击 嗯 然后他一面在收他自己的工作室 嗯 然后 呃 店啊 什么的 嗯 就在收拾这些残局 嗯 然后一方面还要什么搬家什么的 嗯 然后还要安置妈妈 反正就是哇 内幽外患 对 所有的事情都来 你知道吗 然后 他就跟我讲说 他说 其实他现在处在一个很脆弱的状态 嗯 然后 他觉得 以他以前的个性啊 他这么脆弱 他一定 又会回去 譬如说可能 想要找一个人来依靠 可能就是前夫 或是 嗯 或是 之类的啦 嗯 就是他就会想要找一个人依靠一下 嗯 可是他现在知道说 哇 这样真的不行 我不能一直这样 因为 那是 他对他来说 那段婚姻就是 他觉得是一个错误 嗯 他不能够再 因为他脆弱 想要找一个人依靠 然后就 嗯 再回去 找他这样 是 不行 这样 我觉得 然后就忍住 对啊 人的本质就是孤独跟脆弱啊 对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就说 你现在因为真的太过于脆弱了 嗯 所以你真的会想要找一个人依靠 我觉得这也是 合理的 合理 其实是合理的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就是我知道是 但是 我也一方面替他觉得开心 就是说 他在这么脆弱的情况之下 他还能够很理智的知道说 嗯 他要一个人咬牙呈过去 嗯 可是就这件事情上面看 我就会觉得说 人为什么会需要爱情 那是因为 我们在方方面面里面 可能 我们在事业上 或者是 在家庭 原来的原生家庭里面 等等之类的 都会有一些 你可能不愉快的 事情 然后 你知道需要爱情会是身边这个人他可以支持你 嗯 或许是因为这样 嗯 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他也支持不了啊 还是会是你 另外的你知道烦恼 嗯 对啊 反正我就是我刚好近期对于说人为什么会需要爱情这件事情是 很 我一直突然有一个疑惑 因为我就看这些 就是我们店里面的这些同事啊 啊他也没有什么恋爱经验 可是他就已经在情窦初开 嗯 这有什么医学上面可以 人本身 其实我用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嗯 去去想这件事情 你去想啊 人为什么会情窦初开 嗯 基本上他就是在他正准备要离开家的那个时候 哦 然后呢 他小时候都是因为有亲情嘛 所以他跟人与人的连结是很紧密的 就我父母 父女啊 父子啊 母女啊 母子啊 这样的关系 但当我想要挣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 我本身其实是恐惧 其实害怕 但我有本身的自己的脆弱 所以我必须要找另外一半 或者是另外一个人 来去 不管是弥补也好 或者是支持也好 或者是互补也好 去投射你的那些孤独感跟寂寞感 哎呦 拜托 没有你仔细去看啊 哪有 那我们以前小时候也有很多朋友啊 他喜欢一个男生 还是女生 然后一跟人家在一起 然后跟他没朋友啊 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他有人与人的连结之后 他就不需要朋友了 你知道朋友就是 当你那个恋爱谈得不好的时候 朋友特别重要 好烂 那你不就是那个吗 利用朋友 不是利用 这就是需求的问题 那你 我再讲一个例子 你听听看 你有一个朋友 不是 为什么人在 结完婚 还没有不打紧哦 生完小孩之后 对 就感觉 好像没有在谈恋爱 为什么 因为他找到另外的人与人的连结 他就不那么需要 恋爱 浓烈的爱情 在某个程度上 因为他有跟他小孩 有爱了 就可以有足够的连结了 那当你连结之后 你就感到你在这个世界上 并没有那么孤单 所以我觉得 就像那个 这是那个谁讲的 佛洛姆讲的 哦 就是所有 焦躁的来源 都是孤独 就是人存在这个世界上 基本上 他的本质是孤独 所以我们必须要 花很大力气去 找寻人与人的连结 我们小时候有父母 当我们要离开家之后 我们没有 就没有 没有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一开始会朋友 分离焦虑 对 会有一个分离焦虑症 那后来就是 就你需要谈个恋爱 就去证明说 这个世界上 其实还是有人 站在你这一边 跟你在一起 等到你结完婚 生了小孩之后 你就发现 哎 这个人好像没那么重要 你的小孩是 百分之百需要你的 所以你要 投注你的百分之百 爱给他 嗯 之类 那等到小孩长大之后 夫妻关系又会开始变好 因为哎 反正小孩不可靠嘛 身边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 好有道理哦 突然觉得 你讲到佛洛姆 他那个 哦 听懂了 这个理论可以解释某一个部分 但他不能解释全部 但我觉得这个 他某种程度上 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意思的 所以 人为什么需要爱情 所以人需要爱情的 本质 就是他害怕孤独 简单来讲是这样 哦 所以害怕孤独 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种本能 但因为人的本质就是孤独的 那为什么还害怕呢 对 就因为他上天设计你就是孤独的 那所以你如果不害怕孤独的话 你就 你就不需要恋爱了 但就没有人是设计成 变成是这样 OK 就你的内建DNA就是 孤独你就会焦虑 人到底是害怕孤独 还是害怕寂寞呢 我觉得是孤独 寂寞很容易解决 哦 寂寞只要让你 去到一个人很多的地方 你就不寂寞 就可以了 对 但是孤独 很有可能是你到一个人很多的地方 你还是感觉很孤独 孤独 你说很多人的地方是你认识还是不认识 不是啦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你为什么 之前 这个 万华的这个阿公店 有人需要去 一个礼拜 他不是在那边上班哦 他一个礼拜需要去27天 那个一定就是罗汉卡嘛 就他单身一个人嘛 那他感受到非常的孤独 他需要的 不是仅仅只有 需要打炮啊 或是干嘛 他需要跟人家可以深入的聊天 感受到他并不是孤独的 他需要情感的依赖 嗯 他就真的是像上班打卡一样 每天都去 对啊 他需要 那因为他就是没有 可能没有女朋友啊 可能没有家人啊 或是什么 他就是需要这些东西 他才敢 才会感觉到自己 没那么孤独 不然你赚那么多钱要干嘛 你回家每天就是很孤独一个人 很难过啊 我觉得这是人实际上的需求啦 哎 那我就想到那个 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就是到现在还没结婚 就有一个大哥 他每一次都说 哎 就是 有另一半就是麻烦啊 什么什么什么 嗯 这样 可是呢 我觉得他超寂寞的耶 他常常就是要呼朋饮伴 陪他喝酒 哦 嗯 会 跟他喝酒啊 有时候真的很干呢 嗯 就是 也没话讲 嗯 然后两个人说 好来 喝 然后可能在滑手机 然后不然就说 哎 哦 这首歌好听 然后找一些 他最近在听着歌给你听 然后又有一阵干 然后又 哎 来 然后不然就是要玩那种游戏啊 就一直喝酒啊 这样 就是把自己弄得很开心 然后就醉回家 这样 然后我每次看到他 我都觉得 哇 这是真的超寂寞的耶 虽然他事业很成功啊 什么的 但是就是 他那个寂寞 就让人家觉得说 哇 这太可怜了 但我觉得不会啦 那也是个人的选择啦 我觉得每个人选择路路线不一样 可是他就不愿意去承认 他其实是需要人在身边的啊 我觉得人哦 他就一直很逞强 就陈思忠讲得很好 人还是需要人与人的连结 而且是我觉得啦 是这个这个字超好用的 那你小时候 小国小有暗恋女同学吗 需要深入的人与人的连结 不是一般的 那我问你嘛 你小时候有没有那个 暗恋过女同学 有 怎么会没有 那你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每天暗恋看到他 就看到他就会觉得很开心啊 你看到他就很开心 你的肩膀是干什么 对啊 总是会有一些 从小到大总是会有一些暗恋的人嘛 但我后来发现 其实那个暗恋的人 他只是一个虚假的投射而已 哦 为什么 来 好好搜搜 就是说 其实那反映的是你内心的寂寞 并不是真的那个人的多调 多多正 为什么 因为当你觉得很孤独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人 是多么的美好 但其实你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不真的认识这个人 或不真的跟他这么熟 但是你会把它描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 OK 之类的 那其实那某种程度很大的反映你内心的孤独跟寂寞 哦 我是这样觉得啦 OK 那你长大以后 交女朋友啊 也是这样子吗 就谈恋爱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 那谈恋爱的时候就不会 因为那不是暗恋啊 那是真的谈恋爱 哦 那你谈恋爱的时候呢 你还记得那个恋爱的感觉吗 就你交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的那个心情 第一个女朋友的心情 嗯 就是也其实不太确定自己在干嘛 什么意思 就你很小啊 所以 对啊 所以你你那个时候的那个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一种 在尝试啊 尝试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试试看要怎么跟人相处 因为你也不是很熟悉 如何 没有没有很多技巧 不是那方面的技巧啦 对 就跟女生 我们从小念男校嘛 就看到女生都不知道 都会结结巴巴的 那但是如果在 那个大楼的另外一面 看到女生就会 哇 讲一些那种很闲思的话 但其实他们听不到 所以无所谓 就男生都这样 对男生 好那你 因为我知道你是大学的时候 交第一任女朋友嘛 对不对 算是吗 没有啦 高中就有了啦 哦哦哦哦 不是那你还记得那个感觉吗 我只是想要你 我记得记得 对那个什么感觉 青色 心脏蹦蹦跳 心脏蹦蹦跳 然后呢 以前就牵个手 就跳到一个 不要不要的 真的 不像现在怎么牵都不会跳 是吼 然后呢 然后呢 啊 怎么然后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什么 就是 然后还有什么啊 就小鹿 就小鹿 你就心脏病你 就小鹿乱 就血液流动加快 新陈代谢很好 OK 之类的 我今天呢 就问那个 问谁 我们店里面的人 对啊 就问店里面 我说 哎 你们 你们某人为什么喜欢听情歌啊 嗯 因为大家都 哦 很爱听呢 然后呢 我同事就想说 他说 因为这可能是比较容易 就是代入到自己的 情况的 一种 代入 把自己代入 代入感很重的 一个 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都很爱听情歌 这样 我说 哎 嗯 好像有得力呢 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 他有助于缓解 你逃离现实的压力 有助于缓解 你逃离现实的压力 我觉得不会啊 我 记得我第一次 失恋的时候 就是跟第一任男友 分手的时候啊 哇 要死了 我觉得天崩地裂 嗯 然后呢 然后我 我觉得 我有那一阵子 真的是非常痛 也是因为那一阵子 家里一病 也很多事情发生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那个时候的世界 真的是天崩地裂 我真的每天半夜 走在路上 然后带着workman 然后就听情歌啊 什么张惠妹的啊 张惠妹啊 什么记得啊 有没有 他那一阵子不知道出什么情歌 我会忘 反正情歌 一遍一遍听 泪一遍一遍流啊 但他是一个 就是让你感觉到 的确带有感很重 没有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你借由听歌这件事情 可以感受到 人与人的连结的一种方式 我跟你讲 有哦 我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啊 我真的觉得 好像也没那么厉害 对啊 因为你觉得 你会觉得说 这个唱歌的人 他唱出来的歌声 是跟你有连结 所以你觉得他懂你 就这个世界上 有人懂你的心情 哦 包含这个歌词 讲到你现在的心声 你就觉得 哦 我不是这么孤单的 OK 嗯 那你把我灌醉 这首歌 有什么代入感 你把我 没有 你把我灌醉 其实没有什么代入感 但他其实是一个 很 很好的歌 是因为 我们如果喝 喝酒的时候 他就很适合唱 哦 因为他的keywords 关键字 有达到就好了 那剩下内容是什么 其实没有人很在意 好哦 那他简单来讲 就是自己很委屈嘛 好哦 那听海又是怎么样 听 海枯的声音 我有时候仔细听这些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 没有他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你跟大自然 也是有连结的 我没乱说 真的 可是我说真的 就是情歌 真的一遍一遍听的时候 你有听情歌落泪的时候吗 有 当然有啊 真的 我就很讨厌 他们上班的时候 听情歌 为什么呢 我怕他们切菜切切 咖啡煮一煮落泪 啊 不会啦 不会 现在看起来都还好 他们只是想要体验 那个落泪的感觉而已 因为他们可能还没有 那么多 需要落泪的时候 哦 但我有一阵子真的小的时候是会这样子 会啦 因为很青涩的时候 很青涩的时候 真的 可能遇到一个挫折 对啊 分了一次手就整个就崩溃了之类的 那你有没有 哦 好吧 一定会有的啦 我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管为什么我都说有 好 那我那我问你个问题好不好 你说 你这么多任女友啊 嗯 要讲到个案了是吧 就是有没有哪一任 我们不要说哪一任 对 因为说就是 有没有哪一任是让你觉得恋爱感是比较重的 嗯 有啊 有吗 有 哦 举个例子来说 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恋爱感很重 我觉得 真的会让你恋爱感很重的人 都是跟你的差异非常大的人 差异非常大 对 完了完了完了 就是 跟你原本的个性或者是 差异非常 就是你你你习惯的领域 不管是领域也好 个性也好 冲动也好 或是什么东西都要差很远 但因为你在某个 某个 不知名的理由被他吸引之后 你为了要跟他有连 有所连结 所以你会 把你变得根本不像你自己 去向他靠拢 难怪有人说 谈恋爱的时候 真的会完全失去自己 对 就是这样 但这个感觉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 他离你超远的 所以你只要跨过去一点点 你觉得你不像自己了 但你又觉得 你又离他近了一点点 真的 那感觉是很过瘾的 我好羡慕你 那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这种感觉 我是说真的啊 我常常在想说 我是不是真的没有谈过恋爱 我都没有这种感觉 有可能 那种什么小路乱撞什么的 我好少哦 我常常想说 我心脏是麻痹的 这不会跳 有可能 所以你 你 那个恋爱感很重 让你现在记忆还很游心吗 那个游心是不会记得什么细节啦 我刚刚一问你 你就立刻回我了 你还说不游心 我说那个游 那个不会是细节 而是身体的一个感觉而已 就 对啊 我一直说 久了 就是被我过了之后 就换了下一个女朋友之后 你会把它归类在 某一个 category 就是 嗯 就你交往过的女朋友 那你会开始 比如说 这个是 特别 就长得漂亮 但是脑袋比较笨的 或者是 这是 某种 呃 地方有一些特异功能的 或者是 这个是 某个地方的特异功能 特别聪明 特别聪明 这什么意思 就是会 会某一些 什么叫做特异功能 说来听听 没有啦 就有一些事情 他会做的比较好 哪 什么是 特别会煮饭啊 或者是什么 炒饭啊 好好笑 到底是什么 这之类的 不要说问这么细啦 真的很难过 过这么多年 我问你哦 那你有没有 有没有过 哪一任 就是女朋友 去问 你之前过往的恋情 然后就 一个很爱问 然后就 又很爱生气的 那种 哦有啊 每一个都有吧 会吗 会啊 大部分都有 什么叫大部分 只有一两个不太问的 但其实大部分都会问 那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问了之后 他又生气 他又爱问 然后就又生气 我跟你讲 如果只是问 通常不会生气 他如果问完 前女友又打电话给你 他就会生气 哦 就那个 你知道 那个 你知道小狗是有地盘的 亲扮他的地盘 他会 OK 那你会对于这种 跟前 喜任女友 维持联系 这件事情 你会 你是觉得 不应该吗 还是怎么样 不会啊 因为 都是好朋友啊 什么意思 对我来讲 就是人 如果能够在你的生命中 留下 好几年的轨迹 就表示 这个人 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就没有必要分锁 那你觉得有一些人生气 是为什么 他会介意这件事情 我觉得介意有几个 几个可能性啦 因为 比如现任女友 会介意你的前女友 有几个原因 是因为前女友 真的也是蛮糟糕的 哦 就是不太behave 就是没有把自己 行为控管好 控管好 他身为一个前女友 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 那 但是我觉得很大的 时候的那个原因 并不是只是因为前女友 的关系 而是你自己的 对于这个前女友 发出的 散发出的一些讯息 你有没有好好的去 处理的问题 哦 他在意的其实是你啦 其实没有人在在意前女友的啦 女人就这样很简单嘛 他感受到威胁的时候 他就会抓狂 就这样 那女人是特别容易感受到威胁 OK 那 有些男的跟女的差不多啦 就是这样 有些男的也跟女的差不多 对啊 就是很容易感受到 另外的男生的威胁啊 可是通常不太会表现出来 我会 多的 有吗 有 真的哦 我都没遇过耶 很多男人 基本上是 譬如说 一个女 他跟这个女生交往 他的前男友 跟他 只要通了一个电话 他整个就爆炸了 真的吗 你有朋友这样子吗 有 有有有 那你会怎么劝他 劝谁 你的朋友 就是说 他是前男友吗 对 或者是他是现任男友 不会劝他家的事 跟我彼此 干嘛要劝人家 这种事情 那你自己本身 是不会介意的 我不太会介意 哦 那如果说 你的女朋友的前任 都还一直不停的 想要他回去 跟他复合 你也不会介意 就一直不停的打扰来 你也不会介意 你说我的 前女友 不是你的女友 我的女友 你的现任女友 对 假设我有的话 对对对 但我现在没有了 假设我的现任女友 我打哭嘻嘻嘻嘻 你是我没啊 没同样 现任女友 然后呢 这个假设问题是什么 就你的现任女友的 前男友啊 一直打电话回来 希望他可以回去 跟他复合 这一种的呢 这我不会很 worry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帅臂了 我没有 离开我是我的 是你的损失 对 我从来都不会担心这种事情 哈哈 你真的是很白搭 不是 因为 好烂哦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根本就没有要讨论事情嘛 不是不是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 就如果你会担心这个事情 嗯 其实你是对自己 大部分的问题是 你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 哦 就主要的原因啦 并不是说 那个前男友多难过啊 一直在那边 打电话来或干嘛的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 时候我觉得 如果你觉得 你有可能会输给那个前男友的话 你就会很担心嘛 可是有一些女生 他不是因为会不会输的问题啊 不是说什么输不输的问题 也不是哦 他本身就是很 犹豫不决 那就表示 心就很转 那就表示你不够帅啊 不 我说的帅不是长的帅 是你的 整个人 并没有让这个人 全心的投入在你的身上 所以他在那边犹豫不决 那就是你弱啊 简单来说是这样 弱必了 我从来没有这个疑问啦 所以还好 我想打你 我说真的 超想打你的 我们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所以还好 那我问你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你说 你必须要诚实的回答 诚实 嗯 对 那先喝杯酒 对哦 你如果不诚实回答我的话 带个问什么鬼 就是你就死定了 今天回家不用睡觉 嗯 我们结婚十年哦 嘿 应该是说 我们在一起到现在 你跟我有恋爱的感觉吗 你好好说话哦 我想一下 我有我的答案 我有 眼神 再说一次 我有 什么个有法 但是都一闪即逝 哈哈哈 大部分 就每当我想要感觉那个有的时候 下一秒钟可能就会觉得 哦 我觉得很烦耶 这样 然后就 然后就整个绘画去 之类的 然后就被骂什么之类的 哦 我是说 那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忘了把你死定了 没有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状态没有很好 哦 我沉浸在我个人的悲伤里面 动 对之类的 OK 所以那个都不能拿来拿出来讨论 是不是 我觉得我真的很辛苦 对 有没有 刚开始你比较辛苦 我有感受到你的辛苦 对啊 是不是 对就是为什么 我愿意接下来为你辛苦了 大概十几年 所以我说吗 我觉得你两年比较辛苦 就接下来十年都是我辛苦 所以我 无怨无悔 好啦 反正我要说的就是 我超过十年 我觉得我就不值了 好啦 人生不值得 所以 所以你跟我在一起 到现在其实没有什么任何 任何什么恋爱感 是不是 没有 还是你一直觉得说 你其实是跟一个小男孩在一起 我觉得我是 人生有时候是 你知道 人有时候活着就在还债 我叫你认真一点回答 不要在那边 我认真回答 我要谈的就focus在恋爱感 恋爱感 我没有要跳到还晒这里 就是 就我刚刚讲一闪即时 成统现在也不会有了 对不对 就 如果 我觉得恋爱感是需要培养的 那什么叫恋爱感 恋爱感就是好来好去 什么叫好来好去 就是说 恋爱感建立在一个 相敬如宾的概念 蛤 什么 你好好说话 就是说 恋爱感 我觉得 如果我尊重你是个人 你就会感受到恋爱感 听不懂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 就比如说 就两个一男一女之间的相处 很多时候太大的问题就是 距离太近 当距离一近的时候 距离是一种美感 就没有恋爱感 真的 对 那恋爱感最大的时候是什么 就是你妈妈远距恋爱都看不到 哇 每天你知道 不会啊 远距恋爱我也觉得 站着毛坑不拉屎啊 摸也摸不到 对 但就是摸也摸不到 有时候他美感还特别强 但有时候真的你每天住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 都在炒一些鸡毛蒜皮就消失了 就会差一点 真的耶 难怪人家讲说 就是结了婚之后 那个恋爱感会消失 一定会消失的 因为每天都在炒那个冰箱 什么牙刷 马桶 那我问你哦 如果要维持这种恋爱感 我想要在婚后 我也维持这个恋爱感 可是我们就是住在一起啊 不然怎么办呢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才会比较好 首先要把小孩丢掉 小孩是阻碍你恋爱感 最大的来源 而不是你生活的琐事 因为 你说是暂时几天丢掉 还是你真的把他丢掉 真的把他丢掉 你真的把他丢掉 暂时 暂时几天就有效了 就有效果 然后呢 对因为 因为 你知道 还是要回到人的本质 就当你有一个 人 譬如说你的小孩 跟你的人与人的连结 过于紧密的时候 你对其他的 这方面的需求 就会相对的 弱化 就有或 有也好 没有也好 那有是最棒 那没有就算 那为什么人 有小孩还会外遇 还想要去谈恋爱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可能跟你距离太近 他对你的要求太多 导致你 已经不是 享受你的孤独被 孤独感被填满的那个感觉 而是 产生了另外一种 你的空间已经被侵略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需要去找另外一个 可以跟你保持 两好距离 就偶尔打一炮 或是什么之类的 这种人 去当作你的恋爱的对象 有时候恋爱 是不是因为 有一种神秘感 也是啊 因为你会 你会对他 有好像 因为那个距离 所以你会有一层 是啊是啊是啊 然后你就会一直很想要 这样哇你知道 是啊是啊 那个神秘感就会很吸引 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 什么叫恋爱 就是你要跟这个人 如果离得越远 你就会觉得爱得更 越激烈啊 但可能相对的吵架 也会更激烈 因为你的价值观可能 差得越 你会越爱的人 为什么会吵得越凶 就是这个内容 哦 但当你两个很接近 又可以好好相处的时候 你的恋爱感一定会相对降低 是这样子 对啊 因为你们两个想象就会很接近 那会是一个很亲密的家人的感觉 因为你会觉得他懂你 你也懂他 那这个时候还会外遇吗 还会想要去外面寻求那个恋爱感吗 对如果家人对你的要求太高了 你就会想要恋去恋外 去外面恋爱 那就是很像你住在家里 你爸妈如果对你要求太多 你就想离家出走 差不多的概念 OK 但如果你爸都不管你的话 其实你根本无所谓 你当然想要留在家里 妈每天有人帮你洗衣服 哇我觉得这个 剖析完之后 我就觉得说 哇这个 人这蛮无聊的 某个程度上来讲 人是无聊的啦 这蛮无聊的啊 就为了这些有的没的 然后就你知道 但我前一阵子才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 如果人没有 对你的人生没有一些错误的期待的话 你人生会无聊到死 OK 就是人 必须 靠着错误的期待 而存活 这我这我是前一阵子不知道 哪一天晚上 会 干了什么事 会想到 然后就把它写起来 但我写完 我就完全忘记 为什么写下这个话 就是人必须要有 对你的人生要有错误的期待 因为你后来发现 错误的期待其实 最美好 错误的期待其实最美好 嗯 哦 我知道了 你现在一定觉得我很美好 嗯哼 我听你讲 我们也要表示意见 是不是 因为你当时就是对我有错误的期待 没有啦 我跟你讲 错误的期待 我觉得啦 就我自己 我方的 这个 因为你把我当成机幽谷 没有 我方错误的期待 为什么 为什么错误的期待 会让你感觉到 人生特别美好 是因为那是你选择的 你人生有多少事情 可以自己选择 很多啊 没有 有 不多 很多 大部分受到环境的影响 受到你父母的影响 受到你口袋里有多少钱的影响 受到你很多的绑 束缚跟绑架 终于今天有一件事情 是你百分之百可以自己决定 可以自己承担这个风险 不会有人跟你靠北靠压 就是靠北靠压 你又不管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特别美好 所以 你选择完之后 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 我告诉你 不管多苦 都要吞下去 你到底要讲什么 我要讲的是 这样你听不懂 听不懂 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我讲的是 你住嘴 人必须要有错误的期待 去支撑他继续活下去 如果你完全没有错误的期待的话 你是活不下去 因为你对你的接下来是没有希望的 希望本身就是在某个程度上来讲 他有可能是对的 但他很大部分的时候是错误的期待 这样会不会讲完 大家都没有什么希望 就像你期待说 台北市 明天就没有疫情 明天就没有疫情 感觉是错误的期待 但这个期待美不美好 美好啊 你想象中 哇 如果明天就没有疫情 我们又可以恢复到以前的生活 我们又可以干嘛干嘛干嘛 或者是忽然解封了 你又可以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是不是很棒 是 人需不需要这个错误的期待 需要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东西叫做 人为什么会有 人为什么会需要爱情 跟这有关吗 有 什么 爱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期待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感谢你做一个求给我 我就知道 来 爱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期待 收手为什么 因为错误的期待特别美好 ok 我跟你讲 所以你会一次错一次错一次错 再错一错再错 对 我告诉你 美好的东西都是错的 就像 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的 你大师耶 你快变大师耶 没有啊 佛洛伯徒弟你 看完他的书就变徒弟了你 你就想嘛 好吃的东西是不是都不健康 大部分都不健康 差不多概念啦 就同一个意思啦 所以爱情本身不是一个很 他就是素食 就是 他不算素食 他看你要跟这个人爱多久 他有可能是慢性病 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夫妻关系啊 算是爱情吗 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感情算是爱情吗 我问你 我觉得 你看你爱不爱一个人啊 嗯 就看你在这个人身上堵了多少东西在里面 哎呦 我是认真的 真的啊 你如果把你一辈子都 每次都讲到那废话 没有没有没有 你如果觉得你把你的一辈子就堵给这个人了 就是说 老实不管怎么样 我就跟你 混一辈子 对 跟你讲这个堵的越大 表示爱的越深啊 可是他也可以中途很咔啊 对 但是因为堵越大 就咔的那个 要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他可以说我这一把已经show hand 但我没钱了 所以我中途离席 我不赌了 当然可以啊 老子没钱了 绝对可以 但是我跟你讲 通常都是已经付出去太多 还有 不是没钱问题 是还有欠很多债 嗯 还不起啊 所以后来就选择 就啊不然就继续混下去了 哈 所以我就问啊 你觉得我们现在夫妻的关系 你就直接回答就好 不要说那么多 有的没的 口边边 你说我们的夫妻的关系 怎么样 算还 现在你觉得会是 还算爱情吗 当然啊 哦 你每天被我骂得跟狗一样 还算 对啊 我在你身上下了多少功夫 我投注了多少心力 在这 什么意思 我付出了多少 多少 我跟你说 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都没有设停损点 跟投资股票一样 因为他没有理智存在 在感情里面也是一样 如果人在感情里面 都有设停损点的话 嗯 都不会赔得这么惨的话 他其实很多时候 他也得不到 所谓的良好的爱情跟婚姻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人 不那么理性 去投入超出你想象的 超出你负荷的那些 你的资本 就丢过去 你知道吗 那会不会只是 你想要去满足你自己 某一块欲望而已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 投资爱情跟投资股票不一样 你之前还说一样 不不不一样 其实他还有一些 有些本质不一样 因为投资股票 有赚有赔 股票没有感情 哦 人有感情 你的另外一方 因为你的投资很深 他有时候 有时候了 会被感动 他会 有时候 有时候 他会改变这个整个 整个局势 跟股票 稍微有点不一样 股票有时候 也是会这样 是因为你投入的钱够多 他就可以撑到一个 他会赚钱的时候 哦 嗯 瘦瘦瘦瘦瘦 所以你要相信 你的是 你 不是 应该说 某个程度上 你要相信 你自己可以 改变这个赛局 但某个时候 你要承认自己 没有办法改变对方 嗯 所以你说那种 一辈子都在外遇的人啊 你知道 我们家有蛮多人家 是我阿伯 没有啊 我就问你嘛 我说 你看他这种 一辈子都在外遇啊 他有这么缺爱情 他很缺 人生缺乏刺激 没有啊 那就是当初 他结婚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想清楚啊 或者是 他其实只是想要 给个交代而已啊 哦 了解 那他交代有了之后 他剩下他就想要去做他自己 想做的事情 以前那个年代很多这样 所以 结婚 不是也不常 就以前的人结婚 不太是自由恋爱 或者是 自己的选择 很多时候都不是啊 所以 爱情 本身 它就是一个 怎么说 就是内建的一种本能 你觉得 不是爱情本身 爱情只是一个工具 爱情怎么 不是吧 人都需要爱情啊 人都需要爱情是因为他很孤独嘛 就我刚刚讲的 哦 好吧 爱情只是一个方法 去缓解你的孤独 啊 我可以有别的方法吗 你可以 例如 就是 你可以有买一个硬碟 哈哈哈哈 之类的 或是注册一个账号 我跟你说 我有一阵子啊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变态 嗯 可能是因为跟 第一任男友分手以后 就是那个 受伤的心情很重 然后又悲了很久 然后我有一阵子真的很仇视爱情 跟现在仇富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谈恋爱要干嘛 就是 谈恋爱真的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那边很黏地 爱来爱去 去哪里要报备 然后什么这种 这个 这所有所有所有的一切 我都觉得超烦的 烦死了 这样子 那种 然后看着我朋友 为了爱一次一次又受伤 然后只是不同的人而已 然后就 哇 这事情都是差不多的 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人生为什么要这样 然后我就对这件事情 一直一直存着疑惑 一直存着疑惑 一直存着疑惑 我到现在其实看着很多人 有些人来找我 聊天 他们心情不好 也都是因为爱情啊 大部分都是因为爱情啊 不然就是因为婚姻啊 大部分都是因为 他的另一半 他们什么 就吵架啊 有很多啊 各式各样各种 我就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要 人生要花这么大把的时间 在这里面 这么苦恼呢 那或许是因为 他人生没有什么 另外的苦恼 也有啊 有苦恼 可是他就是一直会在这里面 非常的痛苦 没有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或许是日子过得不错 他没有啊 他日子也没有过得很好啊 有一些 没有通常都是 我觉得啦 以我的理解 就是日子通常都过得不错 然后 没有别的烦恼 就是没有别的烦恼 所以他把他所有的烦恼 都投注在这个领域里面 就假设你今天 又赚不到钱 都快饿死了 然后家里又很多事情要处理 或者是 你父母就给你很多的烦恼 你的子女给你很多的烦恼的时候 其实你不会投入太多的心力 在爱情这个里面 就假设你的烦恼 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一百分的话 他分得太多领域去做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爱情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烦恼 但假设他其他地方都没有烦恼的时候 他就会很需要 有一个地方让他烦恼 就像我们以前 如果日子过得很顺遂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要找一个地方来 找自己麻烦 让自己有一些烦恼去克服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爽 那个烦恼很有可能很奇怪 比如说某个电脑坏掉 然后你就一直不停 去把它拆开来修啊 或是什么 它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地方 你必须要把你的心智 跟你的智力去发挥在某一个领域 爱情也是一样啊 当你的人生过得很好 老婆也很好 小孩也很好 你没有什么挑战性的时候 你就要找自己麻烦嘛 弄个小三之类的 好吧 但是我觉得 我们聊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啦 这个题目 但是我最后我想要讲 我的感受 你的感受 就是聊完以后 就是因为我知道说 大家很常会为了爱 而感到很 就是有很多的情绪啊 揪心啊 或者什么 无论你现在是要 情窦初开的时候 或者是你是刚第一段恋情的时候 或者是说 哇 你谈了身经百战 很多 谈了很多爱情 我想说 珍惜你能够谈恋爱的时候 因为谈恋爱有时候 其实是一种能力 嗯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 能够在恋爱里面 其实是一种能力 因为我刚刚就说 我有一阵子 我很疑惑 我会觉得说 你干嘛 这样 其实对我来讲 那是我已经丧失了 恋爱的能力 可是当我去慢慢慢慢的 去把那个恋爱的能力 再找回来的时候 试图的想要再去爱一个人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后来发现 我在学习如何爱这件事情 所以爱其实是需要学习的 那它其实是会分很多很多种 层级跟程度 我觉得无论什么爱 爱情啊 什么都好 你的小孩 你的父母 你的爸妈 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无论是什么样的爱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爱情 是能够让你 最容易去学习爱这件事情的 因为它是来自不一样的家庭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分别 是非常非常大的 跟父母真的太近了 很近 超近超近 所以在里面的 为什么不准 是因为太过于纠结 所以你就直接就 一坨就放在那边了 很难去梳理 对很难去梳理 爱恨情仇 可是而且它就是你爸妈 不然你要怎么样 不是它就是你的小孩 不然呢 就是你那个亲情 协议里面都是留着同样的协议的人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情感是很难去梳理的 你很难去 哇很complain 表达的都很难 都很难 那朋友我觉得它更清楚也更简单 因为朋友之间 要么就不联络咯 要么就是他真的就是挺你咯 这种 所以朋友之间相对来说 其实是简单很多的 那同事之间不说了嘛 反正就是我们亲情友情 爱情 爱情是最困难去处理的 但是呢 它也是最容易让你去学习 爱是什么的一个关系 当然当然 我在里面其实你可以 maybe是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 这个 你自己啊 嗯是很清楚的 因为来自不一样的家庭啊 就是 如果你够理智去看 看待这件事情的话 但爱情的本质不就是不理智吗 爱情的本质的确是不理智 可是 不理智不是比较嗨吗 所以我才说那个恋爱的感觉嘛 所以我就说情斗初开的时候 我们都是 一开始我们就投入在这个情斗初开里面 心里面小路乱撞 然后你的血液你知道沸腾 然后体温飙高 飙高 然后手心冒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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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是COVID-19的 可是总有走到那个 哇趋于平稳的时候 难道趋于平稳的时候就再见了吗 没有啊 那个时候才是你们真正真正的相处 嗯 另外一个层次的 另外一个层次的 这个是又不一样 不一样的关卡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就说爱本身 他就已经 他本来就有一个层级了 你都念一年级 念二年级 念三年级 念四年级 难道爱不会有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吗 他也是需要 我觉得他也是需要学习的 对 他是真的需要学习的 爱没有课可以让你上 可是爱 他其实还是有分等层级的 嗯 他还是有幼稚园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你知道 这还是会有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爱真的是需要学习的 爱是一种欲望 某个程度上 某个程度 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啦 但是我 我今天 我的感触 就是我突然听到 他们都在听情歌 然后 心里面那个 老人的murmur又来了 嗯 爱情懂多少 老人的murmur 不会啊 我都觉得说 哎 这很好啊 没有没有 那个老人的murmur 其实我一直在问自己啊 就想说 哎 那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这样 然后 我就在跟另外一个 比他们更严重吧 呀 我就说我其实不太爱听情歌 不是我 我不是我觉得他很怎样怎样 不是而是我知道我自己的情绪很容易掉进去 那我就在想说那为什么我那么容易掉进那个情绪里面去 其实你知道那个是都是内心的 你刚刚讲的那个说欲望 你的渴望 你有期待 的这种 那个错误的期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不是 那个人 而是 看待这件事情 嗯嗯嗯嗯 有时候不是人的问题 不是人的问题 而是你如何去看待这件事 是 爱本身 是 所以我才说 对我来讲 爱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是需要学习的 就这样而已 嗯 对啊 嗯 人生其实需要一些错误的期待 对之类的 他会让你更有就是motivation 哦 就是人是需要有一个motivation 就是你 你有个动力嘛 虽然他是错误的 他没关系 但你有motivation 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所以你现在有对我有错误的期待吗 这个我就没有想要在这边讨论 为什么 因为我们信奉一个道理 就是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好 那我们今天就你知道 闲聊到这 这一集就这样哦 这一集就到这里啊 那有兴趣的话 可以行册日常冷冻包 对 不然你就可以订阅或按赞 我们现在才800多个 YouTube是800多 对啊 还有Podcast 大家都订阅一下咯 Podcast 太久 对啊 好了没关系了 大家开始 Cheers哦 拜拜